今天是我們來幫你送親妹啦 太好了 不怕死的都來啦 好嗎 在阿傑選擇之前 我們先聽聽他們的好友推薦吧 第一號候選人的好友推薦 他是一個很有耐心 而且非常溫柔的人 我記得一開始我學爬山的時候 常常就是會落單啊 或是什麼都不懂 有很多的問題 他就是Always會在你旁邊 很溫柔的陪伴著你 然後跟你聊天 然後跟你分享 雖然他大部分說的話 我都聽不太懂 但是他真的是一個非常nice 非常nice的人 又高又帥 身材又好 那還有一個優點是 我覺得他跟他家人感情也非常好 就是他很疼他的妹妹 然後也很孝順他的爸媽 那最主要呢是他還很會攝影 所以我覺得如果女生呢 就是光看到他這些優點 一定都會喜歡他 或是選上他 第二號候選人的好友推薦 其實他人蠻好的 可能不認識的人 不熟的人 對他的印象就是花心啊 什麼的渣男 但其實他真的是很有愛心的人 所以我身邊的很多女生朋友 都會找他 訴苦啊 或者是講一些工作上的煩惱 我都會跟他分享 所以 他算是一個浪好人的狀態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找到一個 很會包容的女生 很有愛心的女生 祝你幸福 第三號候選人的好友推薦 他其實雖然外表看起來有點粗狂 但他是一個暖男 就是他讓女生呢 不會有尷尬或據點的時候 你再怎麼樣尷尬 或者是再怎麼樣無語 不知道該回什麼的時候 他都可以解救你 然後讓女生會覺得說 哇 居然就是不會讓自己一個尬在那邊的感覺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一個用 第四號候選人的好友推薦 這樣好了 我再舉例他五大缺點 他這五大缺點 如果你覺得你可以接受的話 那麼這一關你就過了 那他媽肯定會怎麼辦 好不好 第一 他太過於矯情 太過於交柔 太過於柔勝疼愛 他對他的女朋友太過於嬌醜 太過於疼愛 你能夠接受嗎 會很噁心的那種疼愛 所以我覺得你可能沒有辦法 第二個 他會買包 他會買車 他會買房給你朋友 他就是不買樓 奇怪了 你都有這麼多東西可以買 你為什麼不買樓呢 不要再節省 想一想好不好 其實他這個人啊 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他很實在 客家人啊 應景精神 能吃苦 能耐勞 能夠在圈內過這麼久 屹立不搖 一定有他獨到的地方嘛 而且他有體貼 對女孩子又大方 什麼又很心細 他疼女孩子啊 哎呀 跟他交往過的女孩子啊 沒有再說他壞的啦 他是相當好的 我都不懂他為什麼還在單身 可惜了 我跟你講 現在誰要是能夠跟他在一起啊 我說真的 哎呀吃香喝辣了 又測又有防 還有什麼好挑剔 長得又帥 體格又好 又持久 太棒了 他真的是非常棒的男孩子 可莉姐會選誰呢 今晚十點十五分天道之後 請繼續鎖定阿姐萬歲 好 BGM